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vie 今天回來玩的遊戲叫做騎士偏年史 究竟是什麼遊戲呢 其實我自己玩的遊戲有點像FGO 有些卡給你按 開機能 Lad Mabu 出版了 Lad Mabu 出版的遊戲 其實也有點保證 好 看看吧 情報這些其實也沒什麼需要 3月1日出版的遊戲 暫時我玩了新手教學 玩一玩 其實基本玩法是怎樣呢 跟大家說一說 這些故事可以跳過 這遊戲最大的特色其實很有趣 你可以直向又或者橫向地玩 因為我自己方便拍出來 那我就用橫向地玩 如果大家真的有下載這遊戲 又或者想玩一下 下載後可以試試玩直向 那你一轉直向 它就會直向 基本上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想下載 我也說過很多次 如果我試玩新遊戲 一定會放到影片說明上 但仍然是不斷有人問的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下載 我很希望你們真的看影片說明上 因為我每次都會放連結 我不想每一段影片都這樣說一說 我覺得真的浪費了時間 不過肯定有人問的 這樣就說一說吧 對了 大家看到了 其實只需要按下載的三個選項 每次都會用你其中的一個人物 或者你選一個人物 可以的 有補血 職業上也有補血 又或者是戰士 現在被人打到沒什麼血 但補血還還沒動 可以 那... 用回一些... 咦? 好像也挺煩的 這次用普通攻擊砍一下 好!這裡就可以選補血了 按完補血其實可以選誰 當然是選一隻沒血的來補 沒理由補滿血的嘛 好!普通攻擊 那就搞定了 那我自己就喜歡橫向多一點 橫向可以看多一點 那個... 那個視野會闊一點 那這件事就看大家方不方便 有空的時候就橫向吧 可能在乘車或者在做事的時候 你就直向吧 那就比較方便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遊戲的畫面 其實也偏向一點 有趣啊 可愛的類型 可愛的模式 就不是走這個型格的路線 大家可以看到吧 兩邊都有點紅... 紅雲啊 這真的是不是叫 即是有一顆紅色的一點 看起來好像洋蛙蛙 那樣的東西 OK! 那我們再打多一關 試一試究竟其實是怎樣 之後就抽一抽東西 對了 好!再打多一關 其實基本玩法 大家可以看到 都差不多知道了吧 好!進去吧 那就... 那技能按實 你可以看到有多少傷害 當然啦 傷害一定是第三招 這招比較高 神經病 372 但是打普通的怪 其實我覺得 用普通的攻擊 如果不然就浪費了 打Boss才用 比較厲害 嘩!已經沒什麼血了 已經 其實也要升一升 如果不升的話 我覺得真的挺嚴重的 補一補血 因為我剛開始的角色都還沒升 所以你看到 其實也... 扣得不太多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 記得不要做... 即是不升的就直接去 因為我連東西都還沒抽 所以才會不升的 當然不會... 永遠都不升 當然要用技能吧 嘩! 扣得這麼少 好! 全體的攻擊回復力減少 剛剛說的技能 扣十殺 嘩!死了一隻 這次糟了 啊... 還是普通的攻擊 會不會不夠打啊 看樣子像不夠打啊 盾擊 嘩! 真的不夠打? 難道... 好! 好! 開到招技了 但是什麼技呢? 發動 喂! 扣狗啊! 贏不到啊 大哥 咦!差不多 真的可以打啊 好! 還差一點 搞定了 終於贏到了 事實證明 其實要升級 哈哈 大家記得 強化這角色 不斷地升級 OK 每打完一次都會送石給你 其實這些日本遊戲很常見 因為讓你抽東西 好! 那我們出來就嘗試抽一抽東西 這些就不需要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看 好! 先看看 咦? 沒事沒事 出去就可以抽東西了 好! 抽東西來說 其實呢 他的... 他的卡都非常多 類型啊 咦! 有人物角色 還有武器 還有裝備 這個是不是裝備 不知道啊 文章啊 那些都是裝上去的 對吧? 那角色方面 其實大家都看到很多 魔法師 遠距離的 叫做複合型 也是複合型 攻擊型 複合型 複合型應該是多少少技能 攻擊型不用說 支援型也不用說 補血啊 加攻啊 那些吧 那不如直接就召喚吧 現在新玩的朋友 全部都有機會拿到五星 五星就是最高的 那就先看看 好! 那很有趣的 你拉把劍 捅下去 那就是召喚的 看看 慢慢來 有一顆金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一兩星三星 咦!五星啊 但我不想要這隻 希望不是這隻 希望五星有其他 三星 這隻應該也不太好 又是三星 咦!這隻 是四星來的 為什麼不可以五星呢 咦!這隻好像是五星 也是四星 不是吧 好少少 麻煩 四星 四星都OK 但我想要五星多些 又是四星 五星啊麻煩 嘩!還要三星 多一隻 這是什麼 三星 還有沒有呢 三星 最後一隻 四星 唉!這樣就完了 只有一隻 兩隻四星 還不太喜歡 不過有它吧 我講過了 首抽來講 我自己不太喜歡 所以 咦!有一個挑戰狀 看看有什麼 報仇 拿石 沒什麼特別的了 人物角色 這裡要選擇 先編制 因為其實還未有厲害 編制一點 這隻應該可以突破界限 這隻應該可以突破界限 一抽回來 8 剛才說過 進化又怎麼看呢 按一按進化 看到自己還未有東西可以進化 應該要升到很高 突破來說 是否要6 這個真的要研究一下 突破界限 界限突破 全部都是沒有東西給我選擇的 等級升級有了吧 那我的貓貓就要等級升級 吃這些 五星的怪 其實這些它會送給大家 如果大家要升 其實也不太難 吃同星的一定會升得快一點 所以不用想 一定是吃同星 彩虹的就是給任何的一個 就是給任何的類型都可以 看到彩虹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先吃同星 始終想升一升 要12000 其實就不太難 嘩 立即擊 變成600多攻 另外這隻參加中的 看看能否界限突破 完全沒有這個 界限突破 這樣就... 吃水 但沒有水 然後就先升一升 如果沒有水的話 暗的又不多 光的就很多 那我應該找一隻光來升 但不管了 先升它 好 8 看看我有什麼光的編隊 光的... 咦? 原來我只有這隻四星是光的 這隻是不是四星還是三星? 三星來 最高極限在升到四星 那你按那隻角色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它最高的升數 對了 那這些都... 沒什麼特別 這隻貓貓就先鎖住它 始終是第一隻五星 鎖 鎖和解鎖 很簡單 好 那... 基本上... 這些簡易的教學 跟大家說 都已經講完了 這些裝備... 裝裝備的其實就是很簡單 裝上去就搞定 裝上去加防禦 再裝上去就加攻擊5% 很有趣 其實這個裝備模式我也挺喜歡 這個像印記的裝備 對 今天這隻叫做... 騎士編年史的遊戲 先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想下載的話 謹記在遊戲說明那裡是有的 不用再看... 當然啦 你在這個討論那裡 你可以繼續留言問我 但如果你看到這裡這麼尾 我相信你終於聽到我再說一次 影片說明那裡是有的 還有對這遊戲有任何看法 都可以在討論那裡說回 究竟我看這遊戲也挺好玩的 這遊戲很悶 也可以說一說 大家儘量多點跟我聊一下 留言一下 我都會回覆大家 聊一下這遊戲究竟怎樣玩 都可以討論一下 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想知道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多謝大家觀看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 我請你來點個字 我請你的資訊 我請你來點個字 我請你去我是 我們來點個字 方式 可以